安乐死是很多老人关心的话题 目前我国还没有合法化 但有一位老人实现了自己安乐死 她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赵宝希的夫人 北京101中学陈思寇老师 陈老92岁的时候爱人去世 96岁时以绝食的方式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在陈老师的字述中 我们来看看一位智慧的老人 是如何理解生命面对生死的 陈老师说人在70岁以后是很难过的 第一是因为病痛 整天不是这痛就是那痛 第二是因为孤独人老了 活动空间小了 与社会渐渐隔绝 几乎90%以上的老人或多或少都患有忧郁症 陈老认为人生每个阶段都要有目标 例如童年时期的目标就是玩 青年时期就是学习 中年就是工作养家 老人也要有目标 那老年人的目标是什么呢 陈老认为有两点 第一要尽量使自己减少病痛 过得健康愉快 第二呢 要争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走得快一点 既减少自己的痛苦 也可以尽量避免给他人造成负担 那如何减少病痛 过得健康愉快呢 陈老说了三点 特别值得学习 第一个知识就是健康 最好的保健医生是自己 人到七十以后 一定要注意学习 吸收医学保健知识 要多看书 全面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综合分析自己的问题是什么 摸索其中的规律 有些老人没有自己健康的主心骨 动不动就去看医生乱吃药 其实医生不过是听你的陈述 再说各科医生也只能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不可能掌握你的全面情况 所以一定要靠自己 而不要盲目依靠医生 最好的保健医生 其实只能是自己 心理健康呢 也只有靠自己调整 不要把自己的健康 依靠在其他人身上 无论是再好的医生 再负责任的保姆 或者再孝敬的子女 都不能去靠 第二个 要有毅力 要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 而不是只做自己喜欢做的 坚持生活自理 只要一开始不做了 以后就再也做不了了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不要开这个头 坚持自己做 第三个呢 精神上要有境界 文化生活要丰富 现在老年人太寂寞 盼望儿女回家看望 陈老说 我不需要 我建立了自己的学习计划 和生活规律 每天忙忙碌碌 心里很充实 老年人热爱生活 关心时事 心胸开阔 心情就舒畅 第二个目标呢 是要争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 走得快一点 既减少自己的痛苦 也尽量避免给他人造成负担 人人都希望晚年走得快一点 但生死有命 我认为 想要走得快一点 首先要做好走的思想准备 该走的时候 干干脆脆 无牵无挂 了无遗憾 陈老有三点体会 第一个 不怕死 其实无论多大年龄 都会死 死亡总是令人恐惧的 可是怕有什么用呢 这是自然规律 只能坦然面对 陈老92岁时 发现有了肿瘤 但他坚决不做手术 告诉儿女 一旦犯病 也不要抢救 因为抢救过来又怎样呢 还不是不死不活地拖着人 寿命到了 就要顺其自然 第二呢 不爱钱 有许多老人到了晚年 把钱捂得紧紧的 他们真是没想明白 陈老说 我现在每个月 几千元退休金 根本花不完 所以孩子们来看我 我都自掏腰包 请他们吃饭 儿女过六十岁生日 我每人送上一碗 我想自己也就几十万存款 等我死了 儿女们继承 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 不会感激我 不如现在就拿出来 给大家共享 弄个洁大欢喜 何乐而不为呢 第三呢 放下自我 现在很多老人想问题 只从自己出发 想来想去 总感觉别人对不住自己 领导对不住自己 或是同事对不住自己 或是儿女对自己照顾不周 特别是儿媳妇 又如何亏待自己 内心总是不愉快 这又何必呢 想开一点 一定要放下自我 换位思考 你认为自己把儿女 抚养大 儿女就应该报答你 儿女都有儿女的事 哪有那么多时间陪着你 回想一下 你自己的父母在世时 你又曾去陪伴了多少 照顾了多少 总之 只有放下自我 才能充分享受生活 至于身后事 儿孙自有儿孙父 我们要少操心 2017年4月底 陈老已经满96岁了 但是这个时候 各种疾病接踵而来 起初生活还能办自理 终于在9月份的时候 两腿发硬 浑身难受 躺在床上 已经不能下地了 子女们都接近全力地 动员她去医院就诊 她嘱咐儿女 一 不要通知学校 二 不要通知亲友 三 不要让人探望 她只希望自己能够走得快一些 尽量不脱离别人 11月17日的时候 陈老开始断食 当儿女们把精心烹饪的饭菜 端到她面前的时候 她推说吃不下 并掩住口 不准别人强行喂食 看着她坚定的目光 儿女们只好含泪 把食物端开 21日下午 陈老终于耗尽了所有的精力 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既不拖累别人 也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陈老圆满地实现了 自己晚年的两个目标 朋友们 这段生命的见证 是否对你有所启发呢 那就在评论区说说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